一个月后,KZ娱乐集团董事长以能力有限为由选择退居二线,换成了之前的二董事上位,正式接手了KZ娱乐。 而私事国际在这个时候选择终止收购KZ娱乐。 要是如此,KZ娱乐受到这次资本冲击也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元气。 而在监狱里的贾克男也在警察的审讯中意外地交代出了另外一个参与事件的人,顾若琳。 原来,顾若琳当时根本就没有逃出国,而是悄悄地藏在了外国混混群里,成为了贾克男的女人。 贾克男他们之所以这次接下大卫的委托就是她的教唆。 警察以绑架罪将她逮捕了,等待她的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西泽公司里的人陆续都知道西泽天中毒,不过西泽天的身体在调养中已经逐渐地恢复了健康。 西泽夫人右手也在积极地复健中。 至于林安新,前几天已经把脚上的石膏敲开了,又生龙活虎地跳起来了。 因为她意外受伤,迟恩恩、丽北绝、迟宝贝和诺诺都飞到了外国来了,就连霍雷亭也带着京志轩一起来了。 迟恩恩无可避免地与西泽烈碰了一次面,弄得某个人又吃了一大通的肥醋。 迟宝贝则是带着韩小若,每天都在医院里面陪着林安新。 在林安新办理出院的头一天,四辰国内有急事,先飞回去了。 林安新没有办法,只有和吃宝贝他们一起办理出院。 等到他办完了出院,吃宝贝又闹着庆祝他出院,给他买了一条裙子。 裙子买完穿在身上,林安新已经想回去了。 我的宝贝啊,我们先回去了吧,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你都逛了几条街了,我来不起了。 吃宝贝今天破天荒地穿了一件西装,少年初长成,帅得啄目。 他酷酷地眯起了眼睛,看到了一辆标致独特的出租车经过。 他嘴角微扬,招了招手,爽快地答应了。 走吧,回去吧。 林安新没有注意到出租车有什么不同,松了一口气,率先上车。 车子平缓地朝着市中心开去。 林安新一路上都在看自己身上那条吃宝贝非要买的白裙子。 左看右看,都觉得平常穿太浮夸了。 吃宝贝最近的欣赏水平也下降得太多了吧。 这种华丽的裙子宴会上穿穿还差不多,平时穿也太直男审美了。 他该不会是给女朋友买裙子,也买这种风格的吧。 他左看右看,刚刚准备跟他好好地说,结果就抬头发现, 司机师傅,车好像是开错了方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们拉到了海滩路。 林安新的眉头一皱,派了一下前面的司机。 我说司机啊,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是去恒大, 你就算是绕路,也不至于带着我们绕海滨一圈吧。 你这样绕,我不会给你钱的啊。 呀呀的,居然把他当作外地人来宰。 他撸起袖子刚刚准备要跟他好好地讲讲道理。 突然,车子停了下来,车门被人从外面拉开了。 一打开,他就看到了原本应该是在医院里的男人。 爸! 西泽天西装革履,今天打扮得格外的正式,整个人都透着喜气。 西泽夫人也穿着大红色的晚礼服裙,唇脚含笑,也是喜不自胜的样子。 他就算是反应再慢也反应过来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现在什么情况? 林安新整个人都处于懵圈中。 下了车,看到海滩边上盛大的布置。 灯光烟火,无数名流穿梭,婚礼进行曲的现场乐队。 还有那一个站在终点说是回国了的男人,死沉。 是他? 他从一开始就策划了婚礼。 宝贝啊,爸爸送你过去。 西泽天让他挽着自己的手,西泽夫人走在他的右边,把他带到了红毯上。 四周的宾客欢呼鼓掌,海滨的烟火冲天。 林安新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恩恩,北爵,裴俊杰,普拉达,金志苑,金志轩,西泽列。 所有人都起身含笑地祝福着他,他终于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尽头的男人。 五年前,他以为可以嫁给他,结果最后伤心选择留掉了肚子里的宝宝。 五年后,他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他却是死缠烂打地上来,用尽一切来证明他是真的爱他。 今天,他终于给了他承诺的婚礼,就像是他所说的一样,盛大,美好,和童话故事一样。 安新,嫁给我。 林安新对上那一双璀璨如星河的桃花眼,红唇如火,垫起脚尖,在他的脖唇上吻了一口,才大声地说。 我愿意。 他愿意,他相信,未来他会像恩恩一样的幸福快乐,因为他的男人叫做思辰。 深情不及久半,厚爱无需多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书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